好全国同学 张老师节目 你看到我节目是个缘分 但张老师节目 40年的专业 我是来跟你讲真话 我是来救你的 听清楚 我不是来招摇撞骗 所以张老师的话 你要是不听 因为张老师所 每一个专业的建议 不论是多还是空 都是累积40年的专业 所以张老师不是来跟你胡说八道 40年专业跟你讲真话 是不是就你 你自己讲 所以张老师话 你要是不听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下场绝对绝对要付出 惨痛代价 你绝对要输得很惨 我想不信你慢慢走下去看 七月份两万四千事 你看所有的财营节目 百分之九十以上 每个都跟你吹牛嘛 权力做多用力做多 红海技嘉广达赶快买 七月十一号两万四千事 全中华民国 叫你全力向下放空的 除了张大文有第二个吗 有第二个老师 你就要站出来我看 所以七月份你不听我的话 你惨嘛 你肯定输惨了嘛 崩了五千点 但你当时听我的话 两万四千事 全力放空 你大赚五千点嘛 好八月五号跌到一万九千多点了 我讲这里跌了五千点会有二分之一反弹 二分之一反弹 连反弹我都告诉你 对不对 会有两千五百点以上反弹 所以一万九千多点 我叫你做多 结果呢 谈了两千九百点 你要不要感谢张老师 所以我不是来跟你胡说八道 所以很多节目 你越看你输越惨 七月份百分之九十以上财经股市 每个都给你吹牛 唬烂 全力做多 赔死你 那你听张老师的话 七月份全力放空 五千点 对不对 送给你 八月份一万九千六 翻多 再送你两千九百点 这样多空送你八千点 好八月二十号来到二二五五零 我说反弹逃命空 还要再杀 为什么呢 我说鸿海基加广达 反弹都是逃命空 你看广达 今天又杀到两百 前波低点 两百三 对不对 所以很多股票你不要在那边幻想 所以八月八月二十号我跟你讲反弹逃命空 红海基加反弹 你看看 我说红海反弹逃命空 还会再杀 广达反弹逃命空 你看今天是不是再杀两百三 基加反弹逃命空 双红反弹逃命空 齐红反弹逃命空 志源反弹逃命空 中兴电反弹都是逃命空 你看今天是不是通通杀到全部地点 所以八月二十号跟你讲二二五零赶快跟着我向下放空啊 你看看 再杀一千九百点啊 我跟你讲 这张老师的话你要听啊 你不听会输很惨啊 好八月五号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好 八月五号我已经讲了嘛 这些股票对不对 红海基加广达都没有用了啦 反弹逃命都空 你要反败为胜 八月五号我跟你讲了嘛 你要把握资金转进密忘室 你听得懂吗 只有密忘室会让你反败为胜 密忘室当天二十几块 你看看你的基加广达 红海 哎呦我套牢不买不卖 你今天还是 还是死在地板 你八月五号听我的话 你资金全力转进密忘室 两百多万 对不对 广达基加卖一张 可以买十张密忘室 是不是 两百多万 对不对 两百多万变多少 两百多万变五百多万 赚一倍嘛 我有没有让你反败为胜 我没有跟你胡说八道 所以八月五号你听我的话 纵押密忘室你赚翻了嘛 对不对 反败为胜 所以反败为胜不是胡说八道的 对不对 又赚一倍 好 那很简单 那你又错过密忘室了 我跟你讲 接下来就是FOPLP 只有FOPLP 只有这个商机 未来股价会大涨 什么是FOPLP 我跟你讲很久 好吧 FOPLP是台医店董事长法说会宣布 台医店董事长亲口认证 积极研发FOPLP 将来要取代COAS 所以你知道这一年来 沾上COAS的对不对 就拿军豪就好了嘛 去年二十多块 今年一百六 为什么 沾上COAS 对不对 最新的先进风装 所以沾上COAS股价都是不是一倍啊 军豪涨八倍 所以未来FOPLP的天下 他会取代COAS 因为生产的关系 这个我都跟你解释很久了啦 自己去看前面的袋子 好不好 我今天不要浪费时间了 所以FOPLP是未来的先进风装 唯一的商机 取代COAS 所以这档一开头股价 你看我跟讲 关键材料从一开头 涨停涨停涨停 涨了快四成 风高调节一下 拉回我们再摆 啊 再来听清楚 所有错过密忘时大涨一倍的啊 密忘时第二 你最后机会 我跟你讲的很清楚 这档股票 他过去是传产 但是已经转型大转机 转型到半导体产业 而且啊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居然跟半导体的设备龙头 艾斯莫尔合作 得到艾斯莫尔认证 所以这一年来你像君豪 过去也是设备厂 沾上COAS 股价20涨到160 所以他现在过去传产 密忘时第二 打入半导体 甚至跟艾斯莫尔认证 所以股价从二级 君豪20涨到160 他20要涨到多少 我这样讲你就懂了 所以我说FOPLP 密忘时第二 是你最后最后最后 反败为胜 翻身的大机会 好不好 所以八月底涨停 还在三字头 昨天重挫四五百点 照样逆时伤空 所以密忘时第二 听清楚 FOPLP 这个商机 是你反败为胜 最后的机会 好不好 错过密忘时的 密忘时第二 是你最后翻身的机会 所以张老师的话 你要不听 你会有麻烦 对不对 鸿海积家广大 我已经讲了 反弹都是逃亡 你听得懂 我恭喜你 你听不懂 那没有办法 相反办为胜 找张老师 密忘时第二 跟上脚步 不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限评估 并自付投资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欸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